天啊 这是什么东西 它们的泥土缓缓蠕动 在它的表皮下红金爆气 但给它一勺盐就能轻松消灭它 它其实是让人流连忘返的 广东美食 河虫 广东神湾的凌晨时分 潮水涨起 河虫们也在此时悄悄浮出水面 看看风景 放放风 第二天一大早 潮水退去 就可以去泥滩 找寻河虫活动的踪迹了 河虫学名为油稳沙残 一般生存在咸淡水香蕉的滩土 稻田或水草之中 长相与蜈蚣相似 以腐烂和根为食 河虫在成熟之后 会断成一结又一结 肥肥胖胖 很是可爱 而且它还富含蛋白质 营养丰富 所以价格也不费 大概卖到200块钱一斤 别看它现在生龙活虎 但其实它对于生存条件的要求 非常苛刻 含烟量过高 温度过高 或者环境受到污染 都有可能导致它的死亡 这些新鲜河虫 需要尽快处理 不然仅就一天的时间 它们就会完成自爆 放进锅里 加上水 小火慢煮 再加上白葡萄酒调味 鲜香四溢 吃上一口 回味无穷 如果在烹饪和虫的时候 来点牛奶 会让和虫的口感 更上一个台阶 鲜香嫩滑 无法自拔 将柚子皮里面的白色菊萝切下 与和虫一起入锅熬煮 可以除形体味 收汁之后 放入盘中 撒上白色芝麻 一份完美的和虫酱 就制作完成 这是广东人心中 妈妈的味道 当然 还有最后一道大菜 没有揭晓 将新鲜的和虫 撒上盐巴 让它们自爆出 高蛋白汁液 再加上奶油 撒上奶酪 放入烤箱 一份香喷喷的和虫披萨 就做好了 怎么样 你想尝尝吗